这个是每一个主题我们都思想 神怎样帮助我们 然后帮助我们怎样去帮助人 帮助人的灵命 首先神曾经灵命软弱的 但神怎样提升我们 神怎样提升我们 告诉我们 倚靠神是美好的 倾听神就有力量的 神怎样去 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有力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力量 神帮助我们 然后祂就给我们动力去关心人 关心他们的需要 他们不开心 他们有烦恼 他们祷告没有力量 神就给我们动力 然后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神就纪念了 所以祂很欣赏我们去帮助人的灵命 你帮助人的灵命 神也这样喜乐祭给你 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的灵命 一步一步的提升 一步一步的提升 例如 这个姐妹 她帮助 祭堂里面的人 有些小别人 她不同的地方 有帮助人 帮助他们的灵命 去祷告啊 去进进神啊 他们都更愿意进进神了 这个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有些人以为是 但是牧师可以做 就是每个人 你为人祷告 帮助人一起进进神 也告诉他 神的同在带给你平安轻松啊 这个也是神的工作啊 就是 让他们看到 建立人的灵命是神的工作 神也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人的灵命 是不是 就看到 我们的灵命能够站立得稳 是因为神多次的帮助我们 我告诉你 我也是这样啊 如果我没有这个圣灵充满 如果我没有这个灵命的更新 我今天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曾经是有软弱的 但神就去改变我 神这样改变我 祂也能够改变其他人 神也 然后神就教导我 怎样去帮助人了 一步一步地帮助 所以首先神建立我的灵命 然后赐给我去会聪明 然后当我帮助人的时候 神很喜悦 神就很 神就欣赏我 也加力量给我 目的是什么呢 让人看到 我们今天的灵命这么强 是因为神的爱 然后我们怎样建立灵命呢 这是另一回事了 建立灵命 首先是 神是 所有灵命的来源 有什么拦阻我们 建立灵命呢 可能我们的懒惰啊 我们的 贪爱世界啊 贪爱罪啊 都是影响我们的 我们需要放下这些 不冷不日这种的问题 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我们也 在亲近神发觉有力量了 读圣经发觉有力量 我们就感谢神了 神给我力量 我现在有力量 去神帮助我 我就欣赏神 我欣赏神就用更多时间 亲近神也放下我的罪 放下我的烦恼 我越放下 越亲近神就越有力量 然后当我帮助人的灵命的时候 我自己灵命就有力量了 所以我以前被神帮助 现在我去帮助人 我看到有人需要就帮助他们 这个 什么目的呢 人听完大就说 我也可以去帮助人的灵命 首先你语言一起祷告 在教会里面建立这个习惯 语言一起祷告 去为他祷告 也一起祷告 帮助他 更尽力神的帮助 这样的话 他有什么困难 你就告诉他 他就会 越来越被神提升了 越来越 喜欢亲近神了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讲道法 是帮助人看到 神帮助我们的灵命的时候 我们的灵命就变得美好 我们就更享受神 更有力量 更开心 更从神得利 更能够享受生命 也能够享受服侍人 帮助人 这是每一样主题 我们都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希望我们 这个思想 我希望 一下子我们给你一张纸 你可以写下来的 这个主题 神的恩典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